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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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幸福喔 突然就這樣 我也要我也要 算了 要莊重 不好意思 我還是個主持人 那我想一開始是不是 就先請他聊一聊 就是說當初爸爸怎麼會想到 要找自己的兒子來演自己的爸爸 要他演祖父 那這個合作的過程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 我和爸爸七次合作 第一次我六年半在《El Topo》 有些人都看過昨天 我還在玩他的兒子 然後在其他電影中 我曾經有很少的表現 然後我做了自己的角色 主要是演戲劇 主要是演戲劇 我曾經有很多演戲劇 在法國 寵人 我曾經有很少的演戲劇 我年輕人 還在四十歲 我還在四十歲 我曾經有三個演戲劇 到目前為止跟他父親一共合作了七次 那第一次的經驗是他在六歲半的時候 有些觀眾可能有看到昨天我們左方的岩鼠 那是他跟他父親的第一次合作 之後呢在他的父親的一些電影裡面 他有擔任一些比較小角色 那之後Brentice長大之後 他自己其實是成為一個舞台劇的演員 在這段過程中他其實跟他父親大概有 在他45歲的時候 他跟他父親有合作三次的舞台劇 那如果說是以電影的主要角色來說 這部電影其實是他跟他父親的第一次合作 但是他也給他父親的主要角色 但是這部電影的音樂 是製作了我的弟弟的另一種 我另一位弟弟 他在最初的角色演唱的 他也會有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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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弟弟 這部電影的歌手 是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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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有歌手 他也會把拍電影當成像一個家族企業般的企業 他把主要的角色的男主角 給他其中一個兒子就是Brontis 那這個片中 大家聽到這個配樂 其實是Brontis另外一位兄弟所寫的 那一開始之後還有另外一個角色 那一個小丑的角色 其實是Brontis另外一位兄弟 那這個片子的服裝呢 算是他的小弟弟 或者是嫂嫂 我趕快先告訴你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最後 可能是因為他覺得他不喜歡他 這件呢 是其實爸爸把這角色給他是 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就是這部片 裡面安插了一首 我們台灣觀眾非常熟悉的歌詞 那這個 當初為什麼會在那個場合 那個時間點安排 這首歌用意是什麼 他做了一樣 然後還有這個外套 那個歌手 他想要有別人在酒店 讓它是自然的 其實這理髮師是中國人 那剛才大家看到的是那個 一個靈演 就是唱國歌那位靈演 其實就是他們找來 因為他們希望說 在這個場景裡面 他看起來是真實 就是有其他的 中國臉孔的客戶 客人在這個店裡 所以當我們拍攝這個 他跟Extra說 唱中國歌吧 當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就跟那個 靈演為中國靈演說 那你就唱一首中國歌吧 但在拍攝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他唱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拍攝 六個月後 有人在拍攝 有一個中國人 有人說 這就是國歌 一直到六個月之後 他們在剪接這部片的時候 在剪接室裡面 突然就是有一個會中文的人 他突然說 這是我們的國歌 Why 叫他叫他 那我去演出的角色 我想要請問 在建構這個角色上 就是他跟他的父親 是怎麼合作的 你說 飾演這部片 他跟他父親的合作關係 對 然後就是建構角色上 是他對自己 對祖父的意義上 是加得比較多 或者是他的父親 給他很多的 對 一間意義 對 是誰意義 所以當他說 啊 你是要做 你的父母 我會說,不,我會在錄影的角色 我會在一個不公認的方式 我會把他放在那裡 我不會是一場實際的作品 我會完全進入你的世界 你所創造的方式 我會跟你的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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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就跟他爸爸說,不,我不是要去演我的祖父,我要去演活你劇本裡面那個角色。 其實他覺得在當時他潛意識裡面,就已經把他父親推向了我們剛才討論的這種創作方向。 因為其實這部片他大部分是順著牌,就是照著戲的場合,你們看到最後剪接出來的那個時間順序。 所以他其實漸漸地進入到這個角色的世界裡面。 所以一直到後面,其實他爸爸需要給他的指導啊,或者是就越來越少,他越來越能夠掌握他爸爸這個角色的世界。 所以在第一天拍攝的時候,他會向我示範的動作,的節奏。 然後... 等... 然後... 然後... 然後到最後一個拍攝的時候他會說, 走,你找自己的照片。 讓我找你,阿黏。 為什麼我會去演的阿黏。 我在哪裡? 你管理自己。 所以就是再强调一下他们的关系 在他们拍摄第一天 他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动作 其实他爸爸都会给他非常仔细的知道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爸爸就跟他说 那就随便你把你自由发挥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Goodbye, thank you by bwd6